6月19日,对于爱德华王子和苏菲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他们25年的婚姻里程碑,更是展示了他们作为英国王室一对最爱夫妻的典范。 在这特殊的时刻,他们选择在家中拍摄了一组新照片,简朴而不失温馨,苏菲依偎在爱德华王子的怀中,仿佛在诉说着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感情。 时光回到1999年1月6日,白金汉宫宣布了爱德华王子与Sophie Rees Jones小姐订婚的消息。 那一刻,媒体的闪光灯频频闪烁,捕捉到的是苏菲与戴安娜王妃相似的美丽笑容。 苏菲那灿烂的笑容不仅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幸福与喜悦。 苏菲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轮船代理,母亲是个兼职秘书。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公共关系领域崭露头角。 与爱德华王子的相识、相恋,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 尽管面临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期待,苏菲始终保持着低调和优雅,这也使她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喜爱。 自1999年6月19日结婚以来,爱德华王子和苏菲一直是王室中最为稳固的一对夫妻。 他们的婚姻没有任何绯闻,始终保持着和谐和幸福。 尽管婚后的生活低调,但他们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彼此的爱却从未减退。 爱德华王子和苏菲有两个孩子,路易斯·温莎女士和詹姆斯·赛文自觉。 夫妻俩不仅注重孩子们的教育和成长,更以身作则,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 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虽然低调,但却充满了爱与温暖。 在王室的职责中,爱德华王子和苏菲始终勤勤恳恳,毫不懈怠。 正值迎婚周年日前夕,爱丁堡公爵夫妇在伦敦出席了伦敦半岛酒店的盛大开幕式。 无论是对慈善事业的支持,还是对各项公务的参与,他们都表现出极高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 在婚姻中,爱德华王子和苏菲的婚姻被誉为爱的典范。 他们的婚姻不仅超越了时间的考验,更在公众面前展示了真正的爱与忠诚。 相比之下,虽然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也以恩爱著称,但爱德华王子和苏菲的婚姻更显得稳固和无可挑剔。 威廉王子曾有过婚外情的传闻,尽管最终被证实是谣言,但仍然引发了不少质疑。 而爱德华王子和苏菲的婚姻则从未有过类似的传闻,这更加凸显了他们婚姻的纯粹和稳定。 近年来,苏菲在王室中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已经躋身前五。 她的优雅、智慧和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使她赢得了公众的广泛赞誉。 无论是参加公益活动,还是代表王室出席重要场合,苏菲总是表现得从容不迫,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25年的婚姻,爱德华王子和苏菲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但他们始终相互扶持,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迎婚纪念不仅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更是对他们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在这特殊的时刻,让民众共同祝愿这对恩爱夫妻,愿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婚姻更加幸福。 爱德华王子和苏菲的婚姻是爱与忠诚的最佳诠释。 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真正的幸福与美好。 希望他们的爱情故事,能激励更多人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让爱与忠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存。 与此同时,今年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如期拉开帷幕,本该是优雅与庄重的盛宴, 却因卡米拉王后一顶滑稽的帽子而沦为笑柄。 这位76岁的王后,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她那匪夷所思的时尚品味,引发了全场的窃笑和嘲讽。 卡米拉的这顶帽子,宽边且鲜艳,本因为她增添一抹高贵,结果却成为了全场瞩目的滑稽道具。 当查尔斯国王的侄女扎拉、廷德尔和她的丈夫迈克尚前置一时, 他们因这顶庞大的头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行李动作被帽子的宽边干扰,显得手足无措。 这一幕被镜头捕捉,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爆,成为众人调侃的对象。 卡米拉王后显然低估了这顶帽子的实际尺寸和影响力。 在这个贵族云集、精致礼服和顶级帽式争奇斗艳的场合, 她的帽子成为了一个不协调的笑点。 或许她认为这顶帽子能够展示她的高贵与优雅, 然而,现实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是英国最富盛名的马术赛事之一, 每年吸引了大量观众和名人。 为期五天的赛事不仅是赛马爱好者的狂欢, 更是时尚界的盛事。 在这个场合,每一顶帽子、每一件礼服都可能成为舆论焦点, 而卡米拉显然在这一点上惨败。 扎拉、廷德尔和麦克在向卡米拉行礼时的手足无措, 无疑成为了全场的笑柄。 尽管他们努力保持笑容, 但这尴尬的一幕还是被迅速传播开来。 照片显示,他们被卡米拉那夸张的冒言所困扰, 不得不采取一种奇怪的姿势, 这让旁观者忍俊不禁。 这场戏剧性的开幕仪式为本届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增添了一丝滑稽色彩。 原本庄严的场合因一顶帽子而蒙上了一层荒诞的色彩, 也让观众们对接下来的赛事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不仅是英国历史悠久的马术赛事, 更是展示皇室风采和贵族时尚的舞台。 每年的赛事都吸引了众多皇室成员和名流参加, 他们的穿着打扮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然而,正如今年开幕式所展示的那样, 这样的场合也难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 卡米拉王后的帽子事件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尽管如此, 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削减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的魅力, 反而为其增添了一份趣味和人情味。 每一顶帽子, 每一件礼服, 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而卡米拉的这顶帽子, 无疑成为了今年赛事中最具争议的主角。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近日, 有消息称, 哈利王子连续遭遇了三次令人喷范的羞辱, 真是让人不禁怀疑, 这位皇家妻子还能再上流社会立足吗? 据王室评论员艾米利·安德鲁斯爆料, 上个月哈利王子访问英国期间, 竟然因为国王查尔斯忙得不可开交而未能见到父亲, 真是尴尬至极。 难道国王日理万机, 连抽一分钟见见儿子的时间都没有吗? 还是哈利在父亲心中根本无足轻重? 不止如此, 哈利还被皇家军队阅兵一事, 无情排除在外, 更是在威斯米斯特公爵的奢华婚礼上意外缺席。 真是事态炎凉, 明明是哈利王子阿奇的教父, 却连婚礼的邀请函都收不到。 艾米利在《女性》杂志上毫不留情地指出, 哈利王子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羞辱。 看样子, 这位王子与上流社会的关系已经彻底崩盘。 再看看皇家军队阅兵一事, 去年缺席也就罢了, 今年哈利和梅根, 马克尔依旧是透明人。 艾米利毫不客气地评价, 哈利王子未出现在切斯特大教堂的威斯米斯特公爵, 婚礼上是太尴尬了, 毕竟哈利和威廉王子之间的冷战已然是公开的秘密。 这种兄弟间的冷战太过激烈, 让哈利的出席成为了所有人的心理负担。 不仅在公开活动上处处碰壁, 哈利的私人关系也岌岌可危。 朋友和家人纷纷担心自己会在哈利即将出版的书籍 或Netflix作品中躺枪。 看来, 哈利的人际关系已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曾经的朋友也开始避之不及, 生怕与他扯上关系。 哈利王子的每一部都仿佛在上演一场现实版的王子复仇记, 只是复仇对象成了自己。 昔日的荣耀与风光, 如今只剩下笑柄和嘲讽。 艾米丽评论说, 哈利已经与太多人失去了信任, 难以再看到他出席任何重要场合。 曾经的英雄王子, 如今成了王室圈中的笑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队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closed работает。